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大家知道这些年的美国中情局 可没少干涉别国内政 它究竟是如何煽动颜色革命的 相关机构今天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就谈到了很多有分量的信息 中情局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 惯用五种手段 比方说 向相关人员免费提供加密网络通信服务 此外 还对别国发起高度体系化 智能化 隐蔽化的网络攻击 以及随时随地控制别国网络 进行间谍窃密活动 案例很真实 数据很详实 论证很严实 可以说这份报告再次坐实了 美国是世界动乱之源 美国是黑客帝国 很多人都知道 美国一向自诩 所谓自由民主的捍卫者 却利用先进技术构建黑客帝国 一向标榜维护信息安全 却在全球布下信息安全陷阱 如此错位 如此扭曲 想想真够讽刺的 美国中情局所作所为 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我们要问 美国中情局为何要做不得人心的事 为何老做国际社会反感的事 俗话说 什么疼接什么瓜 什么树开什么花 美国中情局服务于美国体制 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式霸权 但是靠这种手段维护霸权 注定是杀上践踏 而热衷于做局 等来的必然是败局 以强权挑战真理 以私利践踏正义 这样的把戏还能玩多久